驻日特派员林翠怡东京六日报道,对于台湾娱乐海钓船越界被日本公务船驱赶一事,驻日代表谢长廷六日表示,我方根据海钓船的说法,向日本方面表达抗议,不过日方坚称海钓船越界并不渝,而且握有政治。 谢长廷强调,保护渔民,维护主权是政府一贯的立场,但海钓船违规超过三十里,有必要追查详细内情,不是海钓船说什么就去抗议什么,否则也会影响我方的公信力。 谢长廷解释,我方抗议的部分主要是认为海钓船没有捕鱼的行为,这点很重要,如果没有捕鱼行为但有越界,也有可能是无海通过,所以若无捕鱼行为,日方却追赶我方船只或追赶到我方临界海域并不适当,我方就此点提出抗议。 不过,日方也坚称,我方的船只有捕鱼行为和越界。 关于这点,彼此都说要拿出证据出来,但目前尚未接到日方提出的证据。 谢长廷强调,对外政府一定是站在保护渔民和维护主权的立场,但内部也必须检讨。 渔船本身已超过规定的三十里违反国内法规。 第二,渔船坚称是无海通过,但通过究竟从哪里到哪里? 还有目的是什么? 我们内部要了解一下。 第三,这艘船是娱乐船。 理论上不能捕鱼,但现在都带着海钓客出海捕鱼,所以内部有必要检讨并了解一下法规该如何调整。 他也表示,机,本上已现在的科技都有办法查明清楚。 海钓船的路线也都有记录。 越界部分已确定有没有捕鱼还需查明。 我方有必要了解一下,不是海钓船说什么就去抗议什么,否则也会影响我们的公信力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访问。 感谢观看